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今天一樣是要拿HALEO V60的濾杯 來為大家做沖煮示範 那今天使用的是素質濾杯 那大家如果對於素質濾杯有點疑問的話 其實都不用太緊張啦 因為其實像HALEO這種大棗 它所有的素質呢 經過高溫的檢驗 都可以超過100度 所以在你沖煮過程之中 其實不會有環境荷爾蒙 或是有其他塑化劑的問題會產生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購買 那塑膠濾杯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它比較不會摔壞 對它的造價很便宜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材質裡面呢 塑膠的CP值呢 還是最高的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HALEO V60的素質濾杯 來搭配一個很簡單的手法 這個手法容易成功 而且很簡單 而且目前許多 比賽選手 甚至於很多的冠軍也是在使用這樣手法 就是單點駐追法 那顧名思義呢 你只要把你的手沖壺固定在一個點位上面 不太需要移動 就可以沖煮好咖啡 所以它的重點就在於是 你要推敲你的研磨度 還有給水CC數的關係 所以學長今天會示範兩個不同的參數 所以我們就要來測試兩個不同參數 哪一個比較符合你喜歡的味道 以及不同參數所帶來的風味差異囉 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我們的單點駐追法的 第一次沖煮 那第一次沖煮呢 它的層次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顯著的 它是喝起來比較圓潤 但單點駐追法的 它的均勻度本來就是很好的 所以用這個變數來沖呢 其實是可以喝到很溫潤 而且很舒適的咖啡的 首先我們當然先放綠紙 摺好以後呢 放進去以後呢 有凸出來的地方 我們稍微壓平 倒粉 我們今天的粉呢 使用20克 那我們使用的是 哈利歐的磨豆機 這是使用稍微比較細一點點的研磨度 大約是在25 那一般如果你是用 小富士或者是 小富士平刀磨豆機的話 可能 大約是在4或3.5 那如果你是用 鬼尺 或是小飛馬的話呢 大約是4.5 水溫我們使用90度 那我們先做悶蒸 然後悶蒸的水量呢 40cc 中間 繞三秒 往外繞 回中間 40cc 那我們待會我們的過程之中要分為 四段 第一段呢 是 剛剛給40cc嘛 他第一段呢 我們就中心給水 小小繞圈一直到 150cc OK好 那不要往太往外面繞了 我們就 以中心50塊大小為主 這手法本身呢 外面幾乎都不太需要繞的 好 30秒過了 我們準備開始 好你就中間給水 大約在50塊硬幣大小的地方 繞就可以了 讓你的粉塵膨脹的很高 到150cc 好就這樣 在中間就可以了喔 不用往外繞 好 到150cc的清一下 那你的水呢 稍微往下降 降到大約一半左右的時候 再補 50cc 第二段開始 剛剛第一段結束 好大概一半 差不多 然後給50cc 在中心點就可以了 中心點 然後水也不用太小喔 就自然給就好 給50cc 好 然後再讓他留一下 好 丟到一半的時候 再給50cc 給正中心就好了喔 給到250 好 第三段結束 然後再讓他留一下 好 第四段 一樣給50cc 50cc 到300cc 好 這樣就結束了 非常的簡單喔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呢 沒有太多技巧 那他就主要吃的就是你的淹沒度 還有你給水的 比例 CC數的比例喔 我們是給 你有40cc 然後150 然後 200 250 300 這樣分四段給水 OK 那你的粉塵就會呈現這個狀況 那這個就是均勻度比較顯著的 單點出水法 我們待會要示範第二種 就他的層次呢 會稍微再顯著一點 好 那我們就準備第二次 好的 那我們剛剛試驗完了 第一次的 單點出水法 那第二種他的 給水次數更少了 但是呢 他的風味表現上面呢 確實是會比較開的 打壓好 那咖啡粉的部分呢 一樣是20克 那我剛剛是用的是 比較偏細研磨的 是用哈利歐摩豆漆25 那我們現在呢 研磨度稍微恢復正常 所以我現在回到 哈利歐摩豆漆28 那如果你是用小富士頻道的話 大概是4到4.5左右 如果你是用 小飛馬或是 小富士的鬼尺的話呢 大概是4.5到5之間 好 就差大概一格左右 那水溫呢 我們一樣使用90度 那前半段的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秒數來帶增加15秒 準備開始 一樣中間點給多一點點水 好繞一下 然後呢 外面繞兩圈 圈 回中間 好 大概44一左右 然後悶蒸的 秒數呢 我們剛剛是30秒 那這個手法呢 我們再多一點點 變成45秒 可以看了 我們這樣悶蒸的狀況之下 我咖啡豆的 膨脹狀況也是 非常舒服的 有一個很 明顯的 蘑菇狀的一個 膨脹 非常的舒服 然後待會呢 45秒之後呢 我們一樣是 中心點給水 一樣是繞50塊大小 讓他 粉塵快速的上水 但這一次呢 我們要直接給到200CC 剛剛是150 現在多50 變成200CC 讓我們的酸質呢 再做更主量一點點 才可以讓我們的前後層次更顯著 好 還有5秒鐘 好準備了 一樣中間給 簡單繞就好了 不用有技巧不多 繞50塊硬幣大小 不用往外繞 不用往外繞 好繞到200CC為止 就大概 中間點順順繞就好了 不用太 不用太緊張 好200CC呢 大概我的水位 就會到最高 200CC 好 然後讓他留一下 留大概 過一半左右的時候 再給50CC 好 可以看到流速非常的快 好差不多這樣 好給50CC 中間給50CC 把水位補上來 5到250CC 好 讓他再稍微留一下 留到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時候呢 好再給第三次 不要讓他流乾 不要流乾 再給50CC 讓他水位再往上吃 給50CC OK 好 就完成了 等他全部流完 我們第二種 單點注水 就是 層次比較顯著 果酸比較顯著 香氣比較顯著的方式 就完成了 但這兩種方式呢 風味會差異蠻大的 所以大家 可以兩種都測測看 然後選擇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在做小修正 那我們完成了兩次 單點注水法 那我們來喝喝看 這是第一壺 就是層次呢 比較 均勻的 那我們來喝第二種 這是層次比較顯著的 那因為我們燜蒸時間呢 也比第一壺多了15秒 同時間呢 我們第一段給水的 水位 也多了50CC 那同時呢 研磨度 第二壺也是稍微再粗一點點的 所以第一壺跟第二壺呢 第一壺喝起來整體口感呢 會比較厚重 比較濃郁一點 第二壺會比較清淡 清爽一點點 但第二壺的香氣啊 跟果酸的表現呢 確實也是 相對 第一壺來說 更為明顯 第一壺跟第二壺 我相信可能 大家 會喜歡的是不一樣的 那就讓鼓勵大家 多試試看 那單點住嘴法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手法上面呢 是很單純的 他完全考驗就是 你對咖啡豆 對這些變速 對研磨度 水溫 還有給水水味的 一些敏感度 還有對風味的調整喔 好 那這麼一個簡單 實用 但是呢 卻還是很有 可玩性的手法 今天就示範到這邊 那如果各位對單點住嘴法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各位對其他的手法 還有 還有好奇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來敲碗 學長呢 基本上都可以 把 各個大神 各個大師的手法呢 用我自己的方式呢 可能轉化 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呢 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做 多方的思考囉 好 那我們今天單點住嘴法的示範 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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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